年轻人过年的9981难都在这8的平台里了 临近除夕 关于过年的讨论就占据了办公室摸鱼话题的高底 曾经十万伙及的工作话题 如今都被一句年后再说搪塞过去 一年当中没有任何一刻能像春节这样 让人满怀期待 一心放假 但也没有一刻节假日像春节一样 能让普通人喜悠餐办 过年回家向个客人怎么办 亲戚问东问西 怎么办没钱给小孩发红包怎么办 这些复杂的情绪在互联网上体现的尤其集中 而且各个平台的网友 也体现出了截然不同个过年态度 于是我们通过数据 找到了不同平台之间的过年姿势 与其他平台上颇具实用性的过年攻略不同 当我们在B站检索过年 默认跳出的前十个视频中 有四个是搞笑区视频 其中播放量最高的外国人问 为什么中国过年像打仗 全面汇总了中国人野蛮放炮的珍贵影像资料 弹幕形容爆竹炸开 是地对空导弹发射 过个年打出了抗日的感觉 播放量第二的对亲戚指南 则用妙语言珠回应凡人亲戚的问多问息 在搞笑中化解苦闷 同时也投射出年轻人对分寸感的期许 不管是在众物魁魁之下掏出手机 播放过年装逼神器 对着女生配音假装自己有女友 还是反复重刷历年春晚小品 并结合时事进行压题创作 鬼畜起家的B站 再把年轻人逗笑这方面赢麻了 当你感觉年味而变淡了 不妨在B站搜索过年视频 在新年气氛BGM下 在沙娇表演 搞笑剪辑和小品大赏中 感受红红火火的春节氛围 知乎讨论过年相关的热门内容 完美解释了为什么当代年轻人有过年焦虑症 从带有过年关键词的十大热门提问来看 年轻人在知乎上主要有二大类苦恼 一类是回家过年到底要咋过 有人是不知道过年可以做什么 有人是过年碰到各种头大的事情 比如我妈一到过年就跟我爸吵架 怎么说服伴侣今年来我家过年等等 另类苦恼则是过年送礼到底该买什么 在过年相关的前十条热帖中 有六条都是关于礼物 年货 礼品的 从古至今 送礼都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对不同的人 送礼的目的乃至预算都不同 送给爸妈 要实用的 送给女朋友 要既能符合她审美 又能表达自己心意 送给岳父岳母 则既要拿得出手 能体现自己的经济实力 又要投岳父岳母所好的 面对这些困境 知乎的朋友们 也一如既往的扮演起 任何精算师的角色 从礼品本身到价格预算 全方位给年轻人提供解答 在抖音上搜索过年 还没等你按下搜索 抖音就会自动联想一堆问题给你 从这些联想内容来看 今年春节 抖音扮演的角色是春节攻略组 攻略组的第一要务 是怎么穿得更好看 在抖音的十个联想结果中 有四个与过年穿搭相关 这些内容努力的想教会你 如何在不同场合穿不同的衣服 而且还穿得足够好看 除了穿着 抖音还在教你如何处理一些过年的细节 过年专项练习 就是怎么在平时练好特定动作 过年时候靠着肌肉记忆抢到更多红包 更霸气的狐牌 又或是抢在亲朋好友之前 加到餐桌上最精华的一块肉 这些内容 让抖音变得像个贴心姐妹 1月16日 当你在快手的搜索框里输入过年 显示的20条联想内容都在告诉你快手老铁 就想着给你把失去的年位给找回来 在快手的过年内容里 大致可以分为穿什么好看 怎么打扮你的社交账号 以及吃什么最有年位 在穿着方面 快手和抖音类似 针对不同场合给不同人群提供了建议 这种穿着打扮的建议 不仅在身上 还延续到了社交平台上 因为快手还针对你的微信头像 微信背景图给了一系列的针对性建议 要从根源上把你打造成一颗红火的浮瓦 穿得好看很重要 但在快手上 学会年位的最重要一步是吃的喜庆 比如过年怎么能少的了 猪蹄过年菜谱家常菜做法的话题 都要在段时间内 把你的外卖位改造成家常位 吃得好 穿得好 栽身着过年做个火红的美甲 快手就是这样 让你从一个个小细节里 把年给过好 为了探索以女性为主的赛博世界 都再怎么过年 我们在小红书搜索过年 并按热度排序 找到了最热门的20条笔记 小红书果然不负中网 女生更偏爱的美食推荐 美甲穿搭被笔记收获了普遍欢迎 新春之际 想在众波笔记中脱颖而出 聊聊如何美美过年 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总结下来 虽然套上了过年的壳子 很多内容本身跟新年并没什么关系 零食什么时候都能吃 穿搭和美甲如果换成情人节 圣诞节 或是根本不加任何限定词 也完全行得通 此外 生活分享位的笔记 倒是更贴切过年的主题 只是不同于想象中过年的热闹 部分故事带有浓烈的现实感与落寞气息 比如分享过年前被裁员的经历 痛骂公司不想让我们过个安稳年 或是男生因为留长发被亲戚指指点点 和父母吵了一架后离家出走 关于过年 如果你也有值得诉苦的经历 不妨在小红书一吐为快 在微博 能够登上热搜的过年话题主要有三个方向 回家见人 寻亲故事 砂糖局 其中 砂糖局100万级热度 成为过年热搜第一名 网友们从没有一带砂糖局能过夜 聊到吃完橘子像是得了黄胆病 今年过年的水果之王 砂糖局笑得很开心 如果你想在微博找年卫儿 除了吃橘子 映入眼帘的或许还有这样一幅过年交际服饰会 男友第一次跟对象回家 晚上偷偷溜进女朋友房间 结果被未来岳父现场抓包 女生琢磨起乖乖女带年装 希望给男朋友家长留下个好印象 社交高能选手充分发挥NB技能 靠着一招伸手不打笑脸人 在亲戚面前先发制人 大学生却沦为带娃神器 寒假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跨过婚姻提前感受一人带四娃的鸡飞狗跳 除了这些生活日常 作为公共事件的聚焦窗 微博在过年这件事上 也积极充当社会新闻播报场 其中 寻女27年母亲第一次回家过年 孙海洋一家回湖北老家过年的词条 在喜气洋洋的新年氛围里 让人五味杂陈 网友们一边为团圆的家庭感到高兴 一边想起不久前寻亲男孩留学周的悲剧 在热搜微博下 热评第一的留言写道 这世界真的是有多少温暖 就有多少的良宝 微博网友们嘻嘻哈哈分享着生活 同时划穿共情的心 感受苦难者来之不易的幸福 这样的互联网过年景象 在其他平台比较少见 当别的平台热烈讨论着过年的快乐时 能在虎扑上引起广泛讨论的过年话题 却安大多是诉苦内容 最近一个月 虎扑上热度最高的过年帖子 可以用三个词概括回家吗 怎么回家和回睡家 关于要不要回家 虎扑网友的态度是纠结的 辛苦工作一年之后 却仍然被上级要求留守新时代的中 孝男一两钱正在这里上演 三倍工资能否落实还是个未知数 但谁留下癌就能大概率避免年后被裁员 才是众所周知的真相之一 回家的过程是辛苦的 不仅要抢票还要被捅鼻子 就算历经千辛万苦回了家 可能也只是九九八十一难的开始 催婚催疯了小姑子 又在我家过年曹娇女婿第一次过年上门 一系列的过年限定问题 在此时集中爆发 成为了虎扑直男们集体的困扰 过年之前 真的没有人再认真工作 这句话简直是豆瓣小组的真实写照 临际年关 春节放假前一两周的工作日 不仅是打工人放 松 把好时光 也是暗中考核公司是否合格的好时机 在豆瓣职场吐槽大会小组 过年相关的热门帖子TOP时中 有接近一半的帖子 在讨论公司的福利 包括年终奖 过年礼盒 年货 年假等 可惜的是 不少豆瓣人的公司都在年关露出了真面目 和入职时承诺的完全不一样 不仅年终福利抠的离谱 还急着在年前把人炒掉 在TOP时热帖中 还有三条是关于离职的 尽管有人是想自行离职 但也有人是被劝退的 还有人是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时候 被领导直接通知不续签劳动合同 但不管是什么情况 热帖的回复区里 总会有热心朋友手把手教学 工作可以再找 但还是要拿了年终奖再跑 不用害怕 记得问他们要赔偿 不然就去劳动仲裁 上班太累 于是过年从七天乐变成了七天躺 躺着行着 年轻人眼离的年味消失殆尽 于是年轻人一边抱怨 现在过年真是一点味道也没有 一边试图通过各种平台 寻找失散已久的年味 于是年轻人希望有一台时光机 能够回到大年初一必穿新衣 新鞋的时代里 在那个时候 过年要做的就是放鞭炮 说红包 还有一部分地区限定的活动 比如打年糕 包饺子 年轻人的学位之旅 其实也是各个社交平台 塑造人设的过程 比如抖音 快手 他们一个想教你怎么穿搭 一个想告诉你 中国人过年都在吃什么 年轻人因为话题在不同的软件里集结 平台之间也因此区分出了不同属性 更好地吸引不同人群 不过 在各大平台喜迎新春的同时 虎扑猪猎们仍然在惆怅一系列的大小时 这多少让人有些心疼